特种命来日本挑战24小时玩遍东京 喜欢重口味美食 想体验东京特色夜生活的朋友 做好笔记 落地东京直奔各位齐厅 感受一下真正的日本文化 我这日本朋友松本最爱的金刚芭比 直接在你头上水果榨汁 还能和日本小姐姐一起 露铁挑战人体极限 第二天早晨6点半 先来东京驻地市场 吃晚炖了75年的牛杂盖饭 一碗50大豆未曾熬制 口味相当重 牛杂放嘴里直接化掉 然后咱们再把这个海鲜烧烤 一样一个尝个遍 可是这鱼子烧真的甜得要命 质宝喝足后 马不停蹄赶到秋夜园 这里的女仆咖啡一定要体验一下 中午变装和服打卡前草寺 据说这里抽钱起伏很明 然后500块叫一辆年利车 30分钟快速体验 东京贵族作驾 傍晚来到日本最高的634米的晴空塔 别高急上塔 先进旁边的墨田水族馆看一下 各种各样的鱼缸设计非常新颖 每个场馆都很梦幻 夕阳日落时登上晴空塔 从这里看到的东京铁塔 竟然只有这么小 然后我们来到被称为 世界上最繁忙的十字路口 想当年在看速度与激情 还有生化危机的时候 就被45的这个场景震撼到了 如果大家来东京 想多打卡几个这样的景点 建议包车一天游玩 因为东京实在太大了 景点之间的距离较远 公共交通也很容易混乱 耽误时间 有包车需求的话 也可以随时联系酱油 最后在45车站 最后一班电车出发前 来看望中转发工 圆满结束特种并24小时之旅 下游体验评分